搞笑戴着大卷假发十分逗趣 克里斯汉斯霍拍摄雷神索尔寺 累计五个月终于杀青了 助理释出多张幕后花絮照 其中有他在片场沙发休息 工作人员在一旁搞笑 摆出兴奋表情动作 隐约看得出片中造型 还有团队一同用餐场面也很温馨 让粉丝跟着期待 美国电影产业正处于后疫情时代 票房战开打都开出亮眼成绩 由艾蜜莉布朗主演一位母亲 带着三个孩子过着出生 就有危险的旅程 境界二5月28号全美上亿 也拿下13亿台币票房夹击 创下美国疫情期间开片票房新高 更领先时尚恶女酷伊拉 爱马士东饰演库伊拉的年轻时代 产后付出首部芯片 时尚恶女酷伊拉同样在上周末上映 三天票房也有超过5亿台币 另外玩命关头酒 陆续在大陆南韩香港等8地上映 第一个周末全球票房开出1.6亿美金 等偷44亿台币 除了上半年下半年许多大片也被看好 汤姆希德斯顿再度演出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洛基 将个人故事拍摄成影集 6月9号就能在美国串流平台看斗 还有电影《黑寡妇》上映日在7月9号 上汽以时环传奇 紧接着《永恒族》也会在9月11号上映 希望到时台湾疫情趋缓 以及能进戏院观赏大一幕 TVB的新闻 陈永宏李玉涵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喔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